平敏全传呢 基本上它是 純神怪小说的一个系列 所以在这个系列里面呢 所有的洞也好 寨也好 都会被妖魔皇 因为这是妖精 跟这个人间的一个对抗 我们知道神魔小说的一个 最经典的就是这个 宫神演义 宫神演义就是真实的人物 跟这些妖精 神仙 所做的一个对抗 那同样的它也是延续 这样的一个传统 在平敏全传里面 也是妖精跟这个神仙 相互作战 然后历史上的人物 相互作战那样的传统 一个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天上人间打成一片 像明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张慧桥说在讲故事的时候 它就变得比较生动有趣 那他们所对抗的那群 其实就是当地的土著 但有没有部分的好强烈神 一定也有 就是说跟这个陈云光 对抗的也有 所以就是把这种现实生活里面的东西投射 变成了张伟小说 变成了所谓的妖怪 那陈云光后来是被神圣化 因为英雄神圣论 他就被整个的抽离变成了神 变成了开张圣王 那开张圣王去打妖怪不是更合理吗 根据福建地方制记载 陈云光在平定闽南之后决定上书武则天 希望朝廷能在闽南设置 张州以利馆里 并在当地建立所谓的唐化里 鼓励蛇族人下山来居住 接受儒家教育 这一天陈云光离开了 已经住了13年的福建 踏上前往东都洛阳的路上 没想要在前面等待他的 却是另一段意想不到的经历 欢迎回到《现代启示录》 我是戴心仪 陈云光她在闽南经略成功之后 奏请朝廷将闽南多分出 张州这一块化为大唐国土的 其中一个行政区 方便她管辖 而陈云光的上奏 让武则天对于这个 从河南来的小伙子好欣赏 他也决定要宣陈云光到洛阳城中 暗中要栽培他 据传武则天对于陈云光的厚爱 反而把他引来了杀身之祸 也始终记载了 说当时正是武则天 他要全力维护自己政权的重要时刻 庙堂之上各方反武的势力 那么风起云涌的 只是这回 阴气蓬勃的少年将官陈云光 也意外被卷入了这场战争 据说当时陈云光他被诬陷为乱党 差一点就要被砍头了 好在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 对于陈云光可是一见倾心 想尽办法要帮他脱身 劫后余生的陈云光心细闽南 他不想再留在朝廷 这样的态度也让武则天更为器重他 但是武则天对于陈云光的信任 厚爱却让陈云光永远在正史中消失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传说陈云光他原本有皇帝命 大可以去礼堂而待 但是他又为何放弃掉这个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际遇 太平公主跟陈云光的一段情 又是怎么传出来的 赶快来看看我们资深记者傅玉邦 林文森的报道 陈云光在成功平定闽南的消息传回洛阳后 受到朝廷的高度赞扬 连武则天也想见一见这个出类拔萃 束手边关的年轻人 于是宣陈云光进京面见圣上 也是写道 陈云光当时与只妇为婚的妻子 到了东都洛阳 准备等到约定的日子面见圣上 没想到却意外地遇见唐高宗 与武则天的女儿 历史上有名的太平公主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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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服出行的太平公主 见到陈元光不顾自身的安危 纵身跳入河中就溺水小孩 顿时充满了如沐之情 于是派人找到正在客栈投诉 等待见见的陈元光 并在半夜三更的时分 宣她进宫 满心欢喜的陈元光 以为能早日见到高宗 上表建立张州一事 不敢怠慢 立刻穿戴整齐 一身戎装的赶赴皇宫 没想到出现在陈元光眼前的 却是刁蛮任性的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一开口 便语出惊人的调戏陈元光 陈元光 末将在 我如果要是看上了你 想招你为驸马 你会怎么样 公主 此玩笑开不得 谁跟你开玩笑了 我说的是真的 末将无才无德 不敢高攀 什么高攀不高攀的 我倾心于你 你顺从我也就罢了 你知道这朝堂之上 有多少人想把他们的公子介绍于我 好做个驸马 公主 末将已有家事 夫人现在就在客栈等着我 如果公主没什么事的话 还请容末将告退 客手本分的陈元光 知道这位二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公主 脾气古怪难寻 不敢出言造次 只能以自己已有欺世为由 婉言拒绝太平公主的厚爱 然而太平公主身份尊贵 哪一次她想要的东西不是手到擒来呢 她立刻急烟力色 逼全元光 休奇 正如你所说 正月十八是二圣召见你的日子 我想不用等那么久 你明日便可面圣 明日面圣 我会禀告午后 单独召见于你 单独召见 我帮了你这个忙 不过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 考虑修掉你现在的夫人 做我的夫君 公主 你能帮末将提早引荐二圣 末将感激不济 然后边的话 还请公主收回 对感情从一而终的全元光 安压下心中的不爽 拒绝太平公主的求欢 然而太平公主并不死心 屡次宣陈元光进攻 无奈的陈元光 为了避开太平公主的纠缠 于是便将自己 关在客栈里面 坚持不踏出门一步 刁蛮的太平公主火了 她一不做二不休 带着侍卫 强行闯进客栈 要绑架陈元光 你今天到底是走 还是不走 树末将不能从命 好 来人 把她给我压下去 夫君 夫君 把这个女人 给我拖回屋里里去 别让大声喊 叫她说嘴 公主 这是何道理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走 陈元光对公主小以大意 太平公主却依旧无动于衷 非全元光不嫁 就在此时武则天召见陈元光 武则天得知陈元光 经营张州的计划 非常欣赏 于是决定派陈元光 回到敏帝赴任 开拓张州 天后已下令 我将不日便返回敏帝随岸 你说什么 你要走 正是 那我们的事 我们没有事 公主 请你不要再有这种无聊的想法 天底下好男人多的是 我陈元光不是你选择的对象 再则 我已有欺世在身 还望公主好自尊重 太平公主为爱冲昏头了 为了留住陈元光 不惜诬陈元光 非礼公主的千金之躯 倒霉的陈元光握着操守 拒绝飞来的艳符 反而还被吊在树上 面临生死交官的局面 难道你真的宁死也不从我呢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忠孝结义 乃做人之根本 我陈元光尚不复朝廷 下不愧给父母亲朋 你让我做出休妻 这等背信弃义之事 是办法不会从的 好了 我也不想多说了 最后只希望能用我的死 来挽回公主您的良知 陈元光宁死不屈 让太平公主又惊又怕 连帽拿出宝剑 砍断陈元光的绳索 将陈元光从鬼门关前拉回 就在此时武则天赶到 终于结束太平公主 这一场闹剧 武则天原本要严惩太平公主的 不过因为陈元光的求情 太平公主才可以全身而退 陈元光建议忠良的态度 不但让武则天 对于这个年轻人更加欣赏 也让太平公主的心力 再也无法装下别人了 即使太平公主 后来为了政治联姻 下架薛哨 她也是一心挂念 驻守敏帝的陈元光 但是两个人的姻缘 终究是一条平行线 陈元光离开洛阳之后 忙着在福建办学校开桑田 并将部将58姓的家属 全都迁到敏南 落地为吉 陈元光的苦心没有白费 敏帝的一切都上了轨道 井井有条 山岳不再作乱 陈元光终于有空档时间 可以前去云霄山 祭拜父亲城镇的坟墓 但是这件事情却意外地 给陈元光惹祸上身了 懂勘于的这个术室 很多他们懂的风水 就看到这个山 透露的这个王者之气 虽然全元光无称王的打算 但是全家有皇帝命的消息 很快就传开了 明帝人民各个军心浮动 就在此时 陈元光的奶奶为老夫人 立刻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老夫人 陈正将军的十孩已分心 元光 把骨灰扫了 是 奶奶 我陈家祖孙三代 征战南疆 也算是铁骨铮铮 大丈夫有泪不轻弹 你们听着 把眼泪擦干 随我一起把我儿的骨灰 撒向这南疆大海 很多人认为 由这件事情可以看出 陈家对朝廷的忠心耿耿 即使自己有机会当皇帝 也不愿违背忠良称王 不过就当时的客观条件来看 这是武则天逐渐以周代堂的时期 陈元光的奶奶 魏夫人又是一位 酒精沙场的女中豪杰 她会不知道官场的险恶 有学者认为 她掘墓的行为 不但是要破除造反的谣言 更是要向多疑的武则天俗成 果然魏夫人的抉择是正确的 这件事情的确就此打住 不过野史也穿凿附会地说 虽然陈元光没有难面称王之心 却还是被卷入反武则天阵营 也就是洛兵王的叛乱之中 据说武则天误以为 陈元光的部队也加入叛乱阵营 弃自己看走了眼 立刻急令陈元光前来洛阳领罪 我将决无造反其事之心 苍天可见 好一个苍天可见啊 陈元光 洛将在 那我问你 反费落兵王是否到过你柳营江大营 到过 你是否对他还盛情款待 确有此事 那朕再问你 既然反费落兵王来到了你的柳营江大营 你为什么不将他抓了 是 落兵王当时确实想拉我入火 我将一时糊涂 当时只是气急万分 不由分说就将他逐了出去 后来才看到他留下的反叛习闻 再派人去抓捕 已经被他给逃脱了 个性纯良的陈元光 哪里是看尽心机的武则天的对手 不由分说 陈元光被武则天下令押入大牢 在大牢中 陈元光自身难保 但是此时却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那就是爱慕他已久 以嫁作人妻的太平公主